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受到黄埔军系排挤的孙立仁 被派到台湾凤山训练新军 虽然美国有意扶持他为国军统帅 但孙立仁予以回绝 只是随后撤退来台的蒋介石父子 并不相信他还透过情治系统 深入军队严密监控 1948年1月15号 高雄凤山的陆军训练司令部 更名为第四军官训练班 组织上隶属于陆军官校 由孙立仁兼任班主任 这时的台湾在一年前 刚发生228事件 百姓对于国军存有敌意 孙立仁严格规范军训班学员的 严刑举致 这些部队 他们普遍水准高一点 都是初中以上的程度 大部分都高中 然后有些大学 那些青年军的 然后再加上农忙的时候 他们部队出去铸隔 帮忙老百姓隔道子 帮忙做事情 阿兵哥是台湾民众 对他们的称呼 孙立仁为了避免军民混居不变 设置了全台第一个眷村 让军人军眷集中居住 黄埔新村里面可以讲80%到90% 全部都是孙江远的部署 过去的在新英训的 或者孙中总团的 通通都跟着他 通通在这里 第四军训班包含学生总队 特科总队 干训总队 以及入伍生总队 所有的阿兵哥在凤山 他训练这个低级军官 排长 连长 营长 以下的这些部队 他每个六个礼拜 我一个周期 整整训半年 1948年9月 东北已经解放 只剩长春由38师孤军驻守 10月 长春解放 李鸿等人被俘 随着国军节节败退 副总统李宗仁逼宫慎急 隔年1月1号 在蒋介石安排下 陈城接任台湾省主席 21号 蒋介石宣布下野 远在台湾的新军 是他最后的希望 孙力仁为了补充兵员 在上海 南京 武汉等地 招收青年学子从军 新义军的名号 让他顺利征召七千多人 分批搭船赴台从军 后来我到了高雄 船部镇金港要检查 我们就还没有下船 没有多久吊杆就起来了 大吊杆 吊东西 吊东西第一个吊的是什么 突然吊到空中上 一个大象 一个大象吊出来了 我才发觉 是孙将军的大象 凌望 大象凌望从缅甸战场 到广州建筑公墓 一直跟着新义军 因此孙力仁让他 跟随青年军 一起到高雄凤山继续练兵 青年军抵达凤山后 到陆军基地报道 女青年则集中到台湾 最南端的阿湖辽营区 另外成立一支工作大队 训练课程比照男性部队 而在蒋介石下野后 李中仁担任代理总统 但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 幕后操控大局 此时美国已对蒋介石失望 有意扶植国府新的领导人 驻日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派专机到台湾 邀请孙力仁赴东京面谈 美国人就认为你已经没希望了 如果中华民国政府 要入军总司令的话 孙力仁 就这样讲 但孙力仁回绝了迈克阿瑟 并且禀告蒋介石 他跟我讲说 他有直接跟老先生报告 老先生就知道了 虽然孙力仁没有答应美国提议 但美方仍然支持孙力仁的新军 当时的青年军搜索营 就是配备美军提供的武装 那个时候我们搜索营里面 有50多辆吉普车 还有很多都是美式装备 比如说我们有吊床 有个皮鞋 有万能腰带 那个武器都是美军美式武器 但孙力仁也告诫士兵 不要重扬妹外 他说你不要讲 因为美国人好 说美国人的东西好 公开给我们讲话 基部队讲话这样讲 为了磨练新军 他还实施实弹演习 有他训练好的部队 就是以前从东北车回来 那个训练的部队 他们跟我们对 我们是对抗式的 他的子弹打在我们头上 我们怎么躲 都告诉我们怎么躲 我们打他又怎么打得都最大 真实的实战训练 除了孙力仁在场指导 德国顾问石坦英 也常给予意见 他在一面月曾经就 引入根的圣经人 这个人没有回德国 所以他没有境界 他一直吹蝙蝠的 圣经人这种事 就把我们搜索属 我们搜索属 真正搜索的训练就是死过的 为了适应南台湾炎热的天气 新军操练时 一律穿着红短裤 打赤膊 戴斗笠 在凤山训练的时候 常常看到他是做个板凳 士兵吃什么他吃什么 我们讲说伙食不好 不好 他跟你吃一样 风沙一吹来饭碗里面吹了 进了沙子 眉头不皱 跟着大庭广众之下一起吃饭 国军在大陆节节败退 孙立仁整训的部队 也调往前线作战 他训练出来的部队很难打 所以那个部队经过他这样整训 一路开服大陆去作战 影响大概有四五十万人 就是在这里面 至少干部什么的 对国共内战来讲 他是增添了最后的一股力量 5月15号武汉解放 两天后 蒋介石父子从定海飞抵澎湖 在陈臣发布台湾戒严令后 蒋介石飞往高雄 当坐机在凤山机场降落 迎接他的是陆军训练司令孙立仁 1949年6月16号 陆军官校25周年校庆 蒋介石以校长身份 到凤山第四军官训练班 主持校庆典礼 在军营里 蒋介石询问孙立仁 台湾是否安全 因为他在大陆已经 搞到了重判清零的地步 所以他对任何人他都不敢信任 所以他上来说我在这里安不安全 那孙立仁讲 有我 彭梦契还有王雄明 我们这些人在的话没有问题 此时台湾风声鹤唳 就在蒋介石视察期间 发生一起疑似匪谍案 中国大陆广播说 他们派了五部个脆甲人 到台湾来做低地步工作 那么国民党就很紧张 把所有大陆来的车甲人 我就通通都一直都逮捕了 就这样子 在桃园一个地方 把我们管备起来 独信佛教的孙立仁和张精英 四处奔走解救 他们就一起认识 何来把我们一不独够出家人 才能保释出来 不然那个时候是相当危险的 9月1号 孙立仁就任台湾防卫司令 第二林医师调防台湾 由孙立仁训练指挥 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我们不是跟一般国军一样的 感养式的冲锋 我们是三个人为一部 这一部里头两个人开枪掩护 一个人要进 就是人流要进 用这种方式 就在国府存亡之秋 美国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 表达美国退出国共内战 不再支持国府的态度 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 随即广州 厦门 接连解放 24号 解放军渡海进攻金门 201师的601团 602团 被派往金门支援作战 行前孙立仁下达碉堡战术 他就要求他们盖碉堡 他是在海边形成一个碉堡阵地 然后里面就放了充足的弹药 拘束敌人登陆的时候 让你没办法尽情地发挥 然后等我打几部队 突破来之后 可以以英外河地打 经过三天三夜激战 国军终于守住金门 也保住台湾 但在美国奔走游说的宋美龄 此时却写了一封密函给蒋介石 那么蒋介石日记有这样一段话 接就是收到 妻子宋美龄 含报 写信给我 说孙立仁啊 完全被共产党所利用 而他自己不知道 但蒋介石表面不动声色 除了颁发老虎旗 表彰新军201师 并且让孙立仁兼任 东南军镇长官公署副长官 没有美国的援助 蒋介石的整个政权就瓦解了 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 这个人是美国的爱将 杀也不得 留也不得 最好的方法是重用 重用他的目的是 要先稳住我的政权 此时国府已全面溃败 孙立仁决定设立台湾军事教导团 征召台籍国民兵 比较宏远的规划就是 如果将来要反攻大陆 那势必当然就是 从大陆带来的军人 打先锋嘛 带人去打 那台湾这个训练基地 还是要存在 他希望能够招募几千个 就是相对素质比较高的 这些台湾的青年 把他们训练成 最起码像教育班长 第一批台湾兵 4500人入伍后 开始接受围棋半年的新军训练 12月10号 国府正式迁徙台湾 60万国军也撤退来台 如何整顿军队成了当务之急 孙立仁的看法是很务实的 这么多残兵败将 流水谁都 谁都不爱被流 但是就凭实力 参加战绩普策 跑步 拉弹钢设计普策 军官考战术 考博文这些东西 但是蒋介石 却有不同的意见 比方说 第一个大陆有听话的 有不听话的 有所谓嫡系的 那就 他要注重平衡 浙江的将领要留几个 往昔的将领有几个 所以留谁留不谁 他跟孙立仁的意见是有抵住 最后各军队将领 由蒋介石决定去留 部队则分批到凤山 接受孙立仁诊讯 借此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 但在撤台军队里 夹杂着许多幼年兵 孙立仁决定令组幼年兵总队 另外有鉴于金门战役的经验 孙立仁定定了台湾防卫计划 台湾也没有什么众生 但是海岸线很长 所以他看出了几个指导 第一线的公司要做得很坚强 根本不让敌人在滩头上 能够立足 你上来我就把他打掉 第二个呢 他说交通网要整起来 部队上要机动调动 重信网要整起来 对于孙立仁在台训练新军 蒋介石并非全然支持 尤其新军的军歌 更犯了他的忌讳 他上面说 拿起背包 拿起牵刀 新中国的儿女们 我们就要光明在前头照耀 说我们回去了 投向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这一句老总统听了 眉头皱起来 说新军歌不准唱 把新军歌禁掉 1950年2月 蒋介石在台北 成立原山军官训练团 与凤山的第四军官训练班 南北抗衡 并由黄埔系的彭孟契 担任教育长 聘请日本军官白鸿亮 率领的白团 对国军军官及将领 进行军事训练 孙利仁当然基本上 对日本教官这个 他是有意见的 他还支持美国的央程教育 所以他当然对日本的军事教 他有一点点成见 孙利仁曾经在蒋介石的面前 反对过他利用日本军官 利用日本政客 反对过这个做法 那么蒋介石在日记里面 曾经批评过孙利仁 说孙利仁不懂 1950年3月1号 蒋介石宣布复刑逝事 由陈诚接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 指挥党政军特务机构 孙利仁则出任陆军总司令 兼台湾防卫总司令 他当陆军总司令 其实是上将 但是他说我不翻功大陆 我不挂两颗星 因为上将三颗 所以孙利仁一直到最后 他是上将 但是他挂两颗星 升任陆军总司令的孙利仁 和张经英搬到台北的官社居住 他除了争取调高陆军士官兵待遇外 还训练了一支原住民部队 他说我们反攻第一站就在海南岛 但是海南岛都是山 所以要训练三地兵 但从三月解放军发动攻击 到五月一号海南岛解放 蒋介石始终不让孙利仁参与指挥 而这支原住民部队 也完全无法发挥 也完全无法发挥 1950年春 陆军总司令孙利仁 在哥哥孙童仁的家里 见到来自安徽的姐夫潘仲文 为了解放台湾 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 动员孙利仁姐夫潘仲文 进行一项策反工作 潘仲文带着陈毅亲笔姓 从广州到香港 在搭轮船抵达台湾 并把信亲手交给孙利仁 当时台湾在蒋介石操控下 三军将领都是黄埔军系 只有孙利仁例外 也因此产生不少摩擦 他为什么每一次总统有什么汇报 他都要迟到的 因为他不愿意向他们经理 一定等总统到了以后 他迟到 然后向总统经理他就坐下来了 5月 孙利仁霍西 被解放军俘虏的老部署李红 已被释放回湖南家乡 他透过管道要李红夫妻 经香港来台 并安排他担任陆军官校校长 一个月后 李红夫妻被逮捕 虽然孙利仁一再求情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连他带他的妻子 跟他两岁三岁的儿子 还怀孕的 就一起关在牢里头 他在保安司令部的牢里面 做老虎板凳 把他的腰给做断裂 夫妇两个在里头 一共关了17年 随后孙利仁的秘书黄正 和他女亲大队的姐姐黄绝 也被保安司令部逮捕 以匪谍罪名言行拷问 他刚开始有讲话的 听说他还 这也是孙夫妻讲给我妈妈听的 他说是 我拿我的头来担保 这黄绝黄正不是匪谍 蒋介石说 你的头就那样值钱 到后来他也不敢讲 紧接着7月7号陆军节 孙利仁再度惹恼蒋介石 陆军节 所以孙利仁在台北宾馆请客 请了很多美国人 事前孙利仁没有报告蒋介石 所以蒋介石知道以后很生气 说孙利仁大宴宾客 到底想干什么 10月10号 第一期女青年工作大队举行节训典礼 由孙利仁亲自主持 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蒋经国也现身会场 就在司令台上 就在司令台上孙利仁宣布 即日起女青大队交由蒋经国接管 而另一支孙利仁的幼年兵总队 也因为身份特殊 受到总政战部的注意 此时朝鲜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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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我好像梅加瀉要當那個統帥 要請孫將軍當副統帥 孫將軍挑選四百個年輕的人 來協助他愉快去打韓戰 對此 蔣介石也極力反對 數日後 農曆大年初一 蔣經國到孫家拜年 孫立仁卻避不見面 做這個政治工作的 這個是很厲害的 他當時每一個軍總的司令 他一個人去拜年 所以他已經不下來 在樓上 那小輩們像我媽媽他們都嚇壞了 因為太子來了 所以就有人上樓去請他 說他來了 他說我不見他 那個蔣先生在樓下坐了一下 很有風度 非常有風度 留了一張名片 然後跟大家都去就走了 為了鞏固國民黨政權 1951年7月15號 由蔣經國籌設的 政治工作幹部學校正式成立 訓練幹部分發到軍隊裡 負責監察保房工作 每一個幹部都有專人在盯著你們看 就是安插了一些 一些細胞在他們的各連隊裡面 就是每天都回報這個 這個排長這個連長的思想 講了什麼話 做了什麼事 孫立仁反對政黨監控軍隊的政攻制度 並且告訴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蔡思 蔣介石覺得 孫立仁不僅他自己反對政攻 而且把軍隊的情況 政攻的情況 還有國民黨在軍隊的情況 告訴了美國人 所以這個蔣介石很惱火 隨後又因為孫立仁 私自電邀艾森豪威爾訪台 讓蔣介石在日記裡寫著 孫立仁太不懂為人之道了 美國艾森豪訪問台灣 麥克阿塞到台灣 你想孫立仁當然是比較凸顯 英文好 價值觀念一樣 你也是勉強 對不對 所以很自然嘛 你跟你老蔣講話還要翻譯 隨後孫立仁被通知 到士林官邸和蔣介石夫妻泳餐 就問他一句 說聽人家講你很有野心 然後他說他就把這個餐具放 就站起來就敬你 他對老先生非常尊敬 他說我是個軍人 我只知道保國殺敵 其他事情我都不知道 我沒有什麼野心 此時又傳出幼年兵總隊 將被解散的消息 孫立仁當面 請蔣介石視察幼年兵 希望爭取保留機會 解散當然就是蔣介石的命令 解散的 那大家就說 要好好的表現 希望蔣總統來看到我們 一些做得這麼好 不會解散 中東也不來 後來又傳 我們希望蔣經國來 看一看 看到我們表現得這麼好 就不會解散了 但最終蔣氏父子都沒有出現 幼年兵總隊的命運已被決定 西夏五子的他 最後挑選了五名幼年兵 作為義子 2月16號 幼年兵總隊正式解散 哭成一團了 就好像是沒人照顧他了 就好像是一個家庭 失落感特別地深 1100名幼年兵被分送到各部隊 其中333人被挑選 進入蔣經國的政公幹校授訓 成為政公的骨幹 去年兵總隊正式解散 中文明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